聚会呼呼聊 开心闹猫泡 酷的聚会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吴景年 也是传家里的义忠玉 四位小姐 口闲体正 还有一个就是 她是会成长的一卡 传家中一家人为什么姓义 那为什么取名为义呢 其实我觉得也挺奇妙的 这也是一个 就是埋在里面的一种情感吧 对 就是一家人都姓义 但是也可以叫成一家人 我们是一家人 答应写冰求婚的时候 究竟忠玉对她有没有爱呢 审定对忠玉是穷追不舍 真的 这种坚持 其实任何一个男性对一个女性 不管这个女性喜不喜欢她 还是会被打动的 审定对忠玉也是求婚了两次吧 一次一定是拒绝了 因为忠玉内心的爱 就给了你买灯 就没有审定的位置吧 但后面的求婚 忠玉是同意的 为什么呢 因为她并不知道爸爸 安排给她的丈夫是唐宝吾 她会觉得爸爸给她安排的是审定 那爸爸去世之后 忠玉其实是为了想实现 爸爸的这个愿望 忠玉又是什么时候 真的爱上了唐宝吾 其实也是有过程的 前妻忠玉心中的那份喜欢和真正的认定这个男人 是忠玉其实想把唐宝吾锁在那个酒店里面 但是没想到一锁锁了她自己的心 因为把她锁起来以后呢 唐宝吾又反把忠玉绑架起来了 而且对忠玉说了一堆特别那种教育她的大道理 忠玉就觉得生命中 这个男人是会教育她的 会引导她的 会给予她很多更加正确的方向 所以忠玉就锁定了唐宝吾 那后面真正的爱上 其实也是在中秋之夜 唐宝吾放下了自己 抛弃了所有的面子也好 骄傲也好 放下了自己到爸爸的面前去求婚 忠玉会觉得唐宝吾做到了 她自己所不能做到的 就是两个人面子都非常平时 要面子或受罪的人 但是她放下了自己 忠玉不行 她就爱 还记得被唐宝吾强制关在安全区的时候 忠玉内心的OS是什么 快关我 我就喜欢你 关我 希望你用尽千方百计把我锁在这里 对 她是很喜欢这段时光的 能跟自己相爱的男人在一起 同时做着一些 曾经自己没有想过会做的事情 去做这种 就是去温暖人心的事情 这段时光 是忠玉想要 她希望能久一点就久一点 你觉得沈斌和唐宝吾谁更懂你 当然是唐宝吾 因为一忠玉家里的成长 她其实是一个内心没有安全感 全爱的这样一个女孩 唐宝吾是一个 很有自己想法 会去教育 会去引导一忠玉的这样一个男性 比如说在刚开始的剧情 他们俩在野外打猎回来 其实忠玉嘴上说是在等唐宝吾 其实她是不会把自己的安全 随随便便地交给任何一个 不相信不认识的人手里 她内心是没有安全感的 然后她遇到唐宝吾之后呢 并不 你这么做 是因为跟陆沛不熟悉 担心跟陌生人一起下山 会遇到危险 她能找到这里来 那说明我也很快会感到 你也没必要 把信任托付给一个陌生人 对吧 直接戳破了她这一点以后 她会觉得 这个实际上怎么会有一个 这么懂她的男人 这就是他们的相遇和开始 别碰我 慢点 钟月你怎么骑驴回来了 骑驴回到家有什么感受吗 那个驴啊 跟我的配合 是相当的有默契 我从来没有跟一个 戏面的角色 就是完全不需要磨合 就搭配完美 完美 完美搭配 而且那样戏拍得很快 就过了 那个驴它没有 没有鞍 没有神 就是我手骑驴 而且我骑得是非常的好 就是提前跟驴沟通交流 我在她的耳旁边 我在她的耳旁边 说了很多的悄悄话 告诉她你要对姐姐好一点 你对姐姐好一点 我们收工就早一点 就可以回家去休息了 就进行了良好的沟通 所以有大家的配合 非常完美 蛮早就知道 我和蓝姐还有一个 会二代一名国系了 当时还是蛮期待这个本子的 拿到剧本最吸引你的角色 是哪一个 当然是中文 因为她是一个有缺陷的人 她是一个不完美的人 不完美的人 不理让演员有去演她的冲动 那就想要怎么样 通过自己的能力 把她的不完整的那方面的人格 体现给大家 对 同时也会赋予这个角色的成长 对 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演她的过程中 自己也在成长 也会让这个角色更加的公满 每次演这种手撕反派的戏份 自己是什么感觉 其实我自己感觉还好呢 就是跟剧本和人物的感觉 去感受当时的情形 除了这种手撕反派的戏 那其他的角色 比如说之前上诗里面的表子精 就是你气我百遍 我依然对于美初 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一个女性 就是角色给予我怎么样的呈现 我都会理解她吧 角色千千万 我也千千万 中文先生哪一个特质让你自己特别羡慕 她是一个名校大师 我会很羡慕这样的女性 她很像就是我们现在直场旅行中的 佼佼者 很有自己的办法 有自己的天赋 有自己的方式 同时还很努力 她爱着这件事情 并且有这样的能力 我觉得这种驾驭感 我是很羡慕的 你觉得韩庚和角色像与不像的地方是? 庚哥这次就给了我很大的差感 印象中我会觉得她就是 就是拔帮你实际上全能的一位艺人吧 但唐红虎她就是温温而养这样的角色 跟她自己还是挺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组里面是个奇迷担当 而且唐红虎她就是口才王者 大量的台词都是庚哥在说的 经常我们全家人站在下面 听她一个人不停的说说说说 但是庚哥还是演得非常好这个角色 然后冬天呢 冬天我俩非常熟了 就是很多年的朋友了 在生活中就是好朋友 她这次给自己穿的那么的端正 然后竖着那么光滑的头发 我也有点不适应 然后大量追求我的喜欢 特别的拒绝她 我也是天都对不起啊 网友想问一家人跟过节很有仇吗 为什么一到重大的节日就整大事 大年三十别人吃年夜饭 她家吵架 端午节别人吃粽子 她家在吵架 中秋节别人团圆 她家还在吵架 真的这家人怎么回事啊 冬天老师怎么回事啊 非得把这种大事放到那种喜庆的节日里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对于这家人来说 只有节日 所有人才能够欢聚一堂聚在家里面 也是凸显了一家人 平时其实都不能够团聚在一起这件事情 毕冰玉一手捧红了参加上海小姐比赛的阿元 那五几年如今也在这场玩 不知道自己亲身经历之后 以后会不会推荐其他朋友参加类似的节目呢 没想过 因为姐姐想来就来吧 真的 我不想了 我在这儿要呼吁一下吧 就不要有意 之前我也有意义 但是不要有意义 来了以后真的很好玩 会喜欢上这的 爱上这的 来这儿也会非常的拼 对 但是会很开心 会拼得很开心 来就对了 最近这段时间是什么样的感受 最大的感受就是我长了很多的肌肉 没想到今天我也会有这样的虎鸡 大腿也长了很多的肌肉 小腿棒子越来越粗了 对 就整个一个杠杠的肌肉杠杠的 其他的就是认识了很多的 觉得自己认识了很久 但是并没有相识的姐姐 跟他们相处得很好 其实再录不了一段时间也要结束了 就不希望这段时间过得太快 有没有哪位姐姐让你重新认识了她 莫愁 其实我跟她住在一起 会觉得她生活中非常可爱 软萌的一个女孩 有极量的反差 我还在节目中跟大家跟她说 我说你 你这种反差真的 我真想跟她睡觉的时候 把机器24小时全程打开 让大家都看看可爱的她是什么样子 就是软萌的她 不是酷帅的莫愁 是软萌的莫愁 作为剧中营销大师 我们也希望可以邀请钟玉 帮我们把这期专访好好地营销一下 这期的专访里面有五几年谭亦中玉 如果你们看 我有的是办法对付你 我会认为你